大雄对没有灯很感兴趣,于是就给大雄讲了一个故事 50年前的某个小村庄,有个孤儿叫做小野 白天他帮村民们干一些农活而换取一点食物 晚上他就睡在村长的马厩里 这天小野在给村民烧水洗澡的时候 忍不住抱怨了一句,老旧的东西真难用 如果有火柴就方便多了 为了改善生活,小野还会编织草鞋拿到婆婆的小商店换钱 这时过来一位车夫 车夫说他同伴中暑了,一个人拉不动 问婆婆村里有没有力气大的壮丁 小野立刻举手说,我可以 就这样,小野跟着车夫拉着客人一怒狂奔 来到了繁华的海边小镇 由于小野很卖腻,车夫给了小野一笔非常可观的报酬 夜色将至,小镇的每家每户都点上了没有灯 看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小野觉得非常神奇 得知这个发光的东西叫做没有灯后 小野也想买一个带回村子 但他身上的钱全部加起来都不够满一盏 好在老板非常善良,用劈发架卖给了小野 回家路上,一只恶囊突然跳了出来 由于小野提着闪闪发光的没有灯 恶囊叫唤一声,便逃进了树林 有了这个没有灯,就连山上的妖魔鬼怪都不敢靠近小野 回到村子后,小野就把没有灯拿到了婆婆那里卖钱 一开始,婆婆觉得这个东西卖不出去 可到了晚上,婆婆看不清东西时 小野点亮了没有灯,婆婆瞬间就改变了看法 第二天,婆婆告诉小野,没有灯卖出去了 并且还多了几个订单 小野从中看到了商机,便做起了没有灯的生意 他从小镇老板那里进货,然后运回来卖给村民们 没多久,村子变得和小镇一样,灯火通明了 每家每户都用上了没有灯 一转眼,小野长大了,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 村民们觉得小野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小伙 就将蔡在子介绍给了小野 在和蔡在子的交往中,小野认识到自己没有什么文化 于是开始刻苦读书识字 有了这事后,再向村民们推销没有灯也就容易多了 没多久,小野迎娶了蔡在子 通过自己的努力,小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 这天,小野收拾了一番,准备去小镇采购 快到镇上时,小野看到了一排排电线杆 小野很诧异,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当他来到饭馆吃饭时,发现天花板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而没有灯放在桌上落了灰 每一会儿,天花板上的那个东西发出耀眼的光芒 小野大吃一惊,从没见过如此明亮的东西 老板娘说,这个是电灯 现在镇上全用它照明了 接着小野冲到街上,发现每家每户都已经用上了这种电灯 回到村子后,小野没有给村民们讲有关电灯的事 只是笑着说,小镇没有变化,还是老样子 但没多久,村长就接到了通知 明年村子就要引进电灯了